我们这讲主要就是讲解下关于如何优化我们的一个MySQL Server这样一个游戏 那么MySQL Server它的一个优化的话 主要就是优化它的一个内存的管理 以及优化它的一些并发的相关的一些参数 首先我们看MySQL它的一个优化 主要实际上是分为两种存储方式的一种优化 一种是MySQL的一种优化 另外一种呢就是InnerDB这样的一个内存的一个优化 首先我们来看MySAM它的一个内存的一个优化 MySAM它的一个内存优化的话 首先要了解我们MySAM当中 它这个存储引擎使用的是哪种缓存机制 这个缓存机制的话实际上是MySAM 它主要是依赖于我们操作系统的本身的这个IO操作 这个本身的IO操作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在我们MySQL当中 对于MySAM这种存储的话 它会给定一块数据区域 这块数据区域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 依赖于我们操作系统这样的一个IO缓存 这个IO缓存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大小 那么这个大小呢是通过我们的一个K5CZ这样一个参数去设置 那我们这样的一些设置在通常情况下 我们是在MySQL一个配置文件当中 那这里面我们进入到我们MySQL一个配置文件里面去 在这里面我们找到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装的是MySQL独立安装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配置文件呢 通常是叫一个My.I的这样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就会发现 对于我们MySAM它一个存储 这里面也会有一个缓存 就有一个 我们看在这一块 这里面它就会告诉你是一个对于MySAM这种存储模型的话 或者说是这种存储类型它的一些设置 这个设置当中有一个是K5CZ 这K5CZ我们了解什么是K5CZ 这个K5CZ它主要是决定我们MySAM当中 它的一个索引块的一个缓存区 这个索引块的这个缓存区的话 它会直接影响我们这个MySAM表的一个存取的一个效率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将我们这个MySAM的这样的一个缓存 也就是说对于所谓的一个缓存 给它分配稍微大一点 分配大一点的话 让我们这样的一个依赖于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个读取的话 它实际上它的一个项率就会得到提升 那么这里面呢 它的一个设置是50兆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到我们服务器的一个四分之一的一个内存 比如说我们这一台服务器 它的一个内存是4G 那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K8C给它设置成1G 或者说是比1G稍微小一点了 其实都没关系 这是我们的一个K8C 这个K8C主要就是对于它的一个索引的一个缓存的一个设置 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rate8C 这个rate8C的话 它实际上主要就是我们对于读取了这张表的一个缓存区的一个大小 那如果我们经常扫描一张表或者我们经常扫描这个mysam这张表的话 那我们可以增大我们那个rate8C 但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rate8C是每一个C型它会有自己的一个rate8C 如果说你把这个rate8C设置为太大的话 那么就造成我们这个内存的一个浪费 所以这个并不说越大越好 因为这个rate8C设置是每一个C型它都有自己的一个rate8C设置 你看我们在这里面的一个rate8C设置通常情况下是一个64K 但你可以稍微给它设置稍微大一点 其实也没关系的 因为它是每个C型都会分配一个独立的一个rate8C设置 这样的一个区域给它 这是一个rate8C设置 那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读取的时候会有一些排序 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waterby的这样的一个socker的一个语句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设置这样的一个变量值 rate8ID 8C设置这样的一个值 这一个它也会改善我们的一个socker的一个查语性能 但是也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这个变量它也是每一个C型独占的 就是说每一个C型每一个连接客户端连上来之后 会独立给它分配一个这样的一个缓存区域 这个缓存区域的话 如果你设置太大 那么它就会造成我们这个内存浪费 这是我们对于mysam它的一个内存优化 主要是通过这三个变量去设置它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innerDB innerDB它的一个存储方式的话 它实际上和我们的mysam的存储实际上有区别的 innerDB是专门在我们内存区域做了一个IO的一个缓存 就相当于是我们会在我们内存区域当中 在一块地方专门用来做这个innerDB的一个缓存 那么这个缓存的话 它不仅仅只是像我们mysam一样只能够缓存我们的一个索引 它也会缓存我们的一个数据区域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缓存区有两个功能 一个功能是缓存我们这个索引块 另外一个功能是缓存我们的一个数据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去设置它的一个缓区域的一个大小 要设置它的缓区域大小 我们同样的会去在我们这一个配置文件当中去找一下 在这里面我们会找到有一个inner buffer poor city这个东西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做的存储的这个缓存区域 它的一个大小 这个缓存区大小的也就是我们innerDB 它专门用来存储缓存的这个数据区域 这个数据区域如果你给它设置比较大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缓存内容就比较多 同样也会提升我们的一个查询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效率 这是我们的一个inner barf poor city 另外一个变量的话是inner log barf city 这个变量就是我们对于我们重做日子缓存这个大小 而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如果说我们的一个事物 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innerDB这种存储模式下 那么它可能会有很多事物的一个处理 那么有可能会有一些更新比较多的一些事物 那么更新比较多的事物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增加我们这个inner log barf city 它的一个大小 这实际上也很好理解 如果说你这个inner log barf city如果比较小的话 那么每一个一段时间它都会去重做这个日子缓存 如果你把这个inner log barf city给它设置过大的话 那么它只有当我们这一个事物 更新比较多的时候 或者说大量的一个更新的一个记录的时候 那么它才会去做我们的一个日子缓存 因为我们对这个日子缓存的一个重做的话 实际上就会涉及到一个磁盘的一个IO操作 磁盘的一个IO操作的话 它实际上也是比较消耗我们的一个效率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尽量的考虑到我们的一个数据库 对于我们innerDB它的一个更新记录是否是很多 如果很多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我们的一个inner log barf city 它的一个大小是否够用 而这是我们两个对于innerDB它的一个内存 同样的它的一个内存设置 是在我们这里面去做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个inner log barf city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去给它做一下 就是这一块inner log barf city 就是我们重做缓存日子的一个大小 那么这个重做缓存日子的话 我们要去理解一下 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对这个缓存日子的一个大小 对它增加 那是因为我们会产生大量更新记录的一个失误 而第三个一个就是我们调整MySQL的一个并发相关的这个参数 并发就是同时我们MySQL接收的一个连接数 那么同时接收这个连接数的话 我们会看到我们MySQL的一个mozen的一个配置 我们去找一下 这有一个max connections 这个max connections就是MySQL 默认情况下 它能够接收100个客户端的一个同时连接访问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现在去把这个给它稍微增大一点 比如说给它增加到1000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MySQL 武器 它可以增同时响应1000个连接客户端的一个请求 那我们可以去适当的去增加这个可能一个形式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Slayer的CashCator 这个呢 它主要就是加快我们数据库的一个速度 这个加快数据库的一个访问速度的话 它实际上是MySQL有一种机制 这一种机制就是当我们一个客户端 访问我们这个数据库之后 那么即便这个客户端会关掉 关掉之后 MySQL并不会把这个客户端的这个线 线程或者说它的一些资源全部立马就给清掉 它会有一个缓存 那么这个缓存的话 它已被我们后面的这个连接客户端来使用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对于客户的一个访问之后 它的一个支援的一个缓存 那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参数 或者说这个变量去给它设置 那么这个变量的话 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一个Slayer 我们去找一下 这有一个Slayer开启Slayer8 这里面 就是说我们这个Slayer开启Slayer8 可以控制我们的Slayer 缓存客户服务线程这个数量 就是说它在这里面默认情况下 它会缓存8个我们的一个服务线程 那如果说你给它增加一下 也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访问的这个客户比较多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将之前访问的这个客户的一些资源 给它缓存一下 而第三的一个就是InnerDB LocalWideTimeMount 这一个呢 实际上是针对我们InnerDB的一个 师傅的一个等待 的一个航索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设置 那么比如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 Slayer一个快速处理 什么是快速处理呢 这里面的这个快速处理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在前台页面 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即时更新 比如说我根本来一个数量 比如我根本来一件商品 那么这个商品的这个库存量 就应该立马减少 那这个时候呢 是一个快速处理的一个收回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航索的这个等待时间调小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InnerDB 找InnerDB 有一个LocalWideTimeMount 如果没有这个变量的话 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给加上 就是说在我们这里面去可以给他加上一个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变量给加上加到这里面来就是 这个情况下呢 他会是等于我们的一个50毫秒的他这里面是一个50毫秒 那如果说你的一个数据更新比较频繁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50调的稍微小一点 比如说调个20 30都没问题 那如果涉及到这个数据有大批量更新的时候 大批量就是我们在后台运评的时候 那么比如说我们到凌晨12点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很多数据会有一些批量的一些处理 会有一些批量处理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一个 InnerDB LocalWide Timeout 它的一个时间稍微小大一点 比避免我们发生大的一个回滚操作 这是我们通常对它的一个设置 而这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优化MySQL服务 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应用 而总结一下我们这讲小节 我们这讲的话 实际上主要就是讲解了关于MySAM InnerDB 这两种存储方式 它对于我们这个MySQL的一个内存的一个优化 它的相关这些参数的一些配置 我们只需要按照这些参数的一些配置 去做一些适当的一调整 那么就可以优化我们MySQL的一个服务 第三个就是我们调整 我们MySQL相关的一些并发的一些参数 这个并发这个参数 主要涉及到一个最大连接数 就是我们同时我们MySQL接收的一个连接数 那么这个连接数的话 默认的情况是100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它适当提升一点 比如说给它设置成200 或者设置成1000 那么都可以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MySQL的一个访问之后 那么它这个现成的一个缓传 也就是说这里面呢 默认的情况它是一个八个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这个MySQL的一个访问比较频繁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 Trader开机Series适当给它提升一点 那么它就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访问的一个效率 三个一个就是我们对于InnerDB 是否等待的一个航所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航所时间我们分情况 第一种就是对于这个数据量更新比较频繁的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库存 比如我们购买一件商品 那么这个库存应该立马减少 依照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时候 正是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航所的一个等待时间 给它调小一点 那如果我们在后期 比如说我们在后台 我们对于这个数据做一些批量处理 比如我们凌晨12点 我们做一些数据的一些处理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航所的时间 给它设置稍微大一点 这样的话就避免我们发生大的回馈操作 而这就是我们这讲 对于MySQL的一个内存管理 以及优化的一个讲解